喜莉莉,我是专马 上集末尾,小比亲眼观赏了小马和女巫啪啪,绿炸了脑子 认为小马小李背着自己和鬼魂做交易 一气之下告诉了警察小李有杀前夫的嫌疑 让小比更气的是,小马竟然完全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事 不过现在不是孤军奋战的时候 气归气,小比还是原谅了小马 只是这口气还没缓过来,他在房子里正面遇上了猪头人 很显然,小比先前看到的活人计是过去的幻象 所以警察什么痕迹都找不到 而当时被带上猪头烧死的美脑壳男 变成了猪头人鬼魂,留在了这片土地 正当猪头人准备把手中的锤子敲向福气凉 忽然被人从后面打晕了 这个人这是曾经在这里做研究的学者 学者对着猪头人大喊克鲁图安,猪头人消失了 这已经是小比第三次听到这个词了 学者说,这是罗亚诺克时期殖民者们搬家时留给后来同伴的暗号 也是具有驱散恶灵的黑魔法咒语 学者对这栋房子做了详尽的研究 房子造于18世纪 建造者爱德华是被记录下来的第一个失踪者 后来陆续的几代房主也相继失踪 房子进了当地的黑名单 本地人根本不会接近这里 知识政府太不要脸 一次次把房子派给不知情的外地人 历代房主虽然被记录为失踪 实则是被屠夫赶尽杀绝了 他们的灵魂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比如小护士姐妹和猪头人 时不时还会出来做一下怪 学者拿着研究报告继续解释 他发现所有的事件都发生在每年的十月末 也就是印第安人称为姨妈妻 不是雪月妻的六天 鬼魂的能力会在这期间大幅增强 拥有杀死活人的能力 克鲁图案这句咒语也不再有用 今晚就是雪月第一天了 学者表示再不跑 小比福福凶多吉少 夫妻迟迟没走 是因为花花还没找到 小马仍然坚持要找回花花再走 学者一听小马说啦啦这个名字 竟表示自己认识这个鬼魂小女孩 他带两人来到林子里 果真看到了正在和鬼魂们玩游戏的花花 天空缓缓升起了一轮雪月 学者刚想和啦啦交涉要回花花 就被其他罗亚诺克殖民者射中倒地了 花花瞬间被带走 小比小马也吓得只得回家 豪宅门口 林美已经等候了多时 他严肃地强调 屠夫和森林女巫做了交易 不仅把自己的灵魂给了他 还堵死了包括儿子在内的全部殖民者 使大家的灵魂 深深深都留在这片土地上 而交易的代价就是每年雪月烧死活人做献集 所以烧掉房子是小比夫妇唯一活命的希望了 得到小比夫妇同意后 林美就打了个优步回镇子拿法器去了 深夜降临 小比在等待林美时睡着了 而小马被一个声音召唤 他恍惚地走到地下室 见到了森林女巫 被女巫触碰的一刹那 小马看到了他 从无辜少女被误陷为女巫 最终把灵魂交给远古神林 成为森林女巫的过去 小马被超自然的力量迷惑 两人再次疯狂地交融在了一起 与此同时 屠夫带着殖民者们来到了房子前 小比纹身走出房门 发现林美也被抓了 得到雪月力量的加持 屠夫拒绝了林美的烧房交易 表示要杀光所有活人 拉拉虽然也是殖民者之一 却和同龄的花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听到屠夫要杀死朋友 趁屠夫不注意 帮助花花回到了房子里 小比夫妇终于和花花团聚 三人躲在房子里不敢出来 屠夫一边扯出林美的肠子 一边宣布屠杀开始 除了硬着头皮逃跑 小比小马想不到任何办法了 这时 一个维多利亚时代装扮的男人 忽然出现在了三人面前 他告诉他们房子有密道 要带他们逃跑 这个男人就是房子的建造者 埃德华 埃德华有点小孤僻 不喜欢和人接触 趁着雪月现身 想要赶紧请走这几个 和自己共享房子的活人 三人通过密道顺利离开了房子 但没想到的是 没走多远就看到了乡下人一家的房子 这一次 他们被逮了个正着 从上次喝死猪奶的孩子开始 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一家人有点奇怪 果不其然 乡下人家族 一百多年来都靠种植大麻为生 他们和屠夫达成了协议 通过叫活人祭品 换来在树林里的和平隐居 乡下人一家 在树林里形成了一个 自给自足的分闭神才权 吃人肉 吸大麻 通过乱伦延续后代 子子孙孙能不及行吗 辛苦跑了半天 三人回到了原店 被绑在家门口做活人祭品 为了惩罚拉拉 屠夫决定首先烧死花花 看着如此不听百姓意见 总是一一孤行的屠夫 软弱了几百年的屠夫儿子 搜的一下 把老妈推进了火坑 强倒众人推 在被屠夫支配的恐惧下 活了这么多年的祭品鬼魂们 纷纷开始反抗 同一时间 被无罪释放的小李正好开车赶到 小比小马带着花花 趁鬼魂大乱斗的时候上了车 死人最终逃离了这个噩梦般的地方 作为豪宅的维斯生还者 小比小马和小李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 以他们的叙事作为蓝本 拍摄而成的 《我的罗亚诺克噩梦》 收视爆棚 成为了当年最火的美剧 第二年 制作人决定开启续作 罗亚诺克的故事已经讲完了 到底是怎样的续作 最终收视率竟然超越了第一季呢 我们将会在下一集得到答案 敬请期待哦 求留言 求弹幕 求留言 求弹幕 求分享 求关注 求分享 求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